我相信随着比赛的这个深入 他还是会去调整自己 而且毕竟我们说 两个多礼拜没有打比赛了 就是回来之后第一场球 方硕再转 看子民这边要不要被打一下 这个身子尖 这个球呢 还有被点起来了 对 大鸟呢 他有的时候 很喜欢跳 这点是真的跟他的这个好兄弟 无关心很像 这两个人都是因为谈跳 这有的时候老喜欢在空中解决问题 再转出来 陈子杰自己失球进攻吗 陈子杰 回来也是还了一个 陈子杰拦下的这种手上的感觉 非常的棒 嗯 这边防守球员被带倒了 但是才裁判呢 没有吹任何的犯规 小范没机会啊 再转过来 还是转移到方硕这边 方硕来对上理想啊 这是一个错位啊 但是呢 这个球可惜的是给到了 小范的也没打进啊 不可 不可来了 好不容易发现一次对方的内线都不在 嗯 瞧瞧一瞧 对我们看到啊 这个林木豪站起身来 这边又是要换人了 呃 范子民这个赛季 来到官宣来到北京首钢队的时候 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 但是呢 他在北京队打的这几场比赛里面 呃 说实话有点迷失 他有23个没错 这边又吹到了范子民的犯规吗 上来想要延误一下不可的时候呢 应该是被裁判又一次的抓到 你再来看看刚刚这个球 顶着方舍上了 这是之前沈子杰自己持球之后呢 也是打了范子民一致 好球 镜头没跟上啊 但这边应该又是不可 连续的拿分 这样的话呢 双方的分差来到四分 不好意思 七分 方舍再转 呃 又是一个大防小啊 吉普斯选择了一个直接的看他跳投漂亮 还是有 真的是硬实力啊 从第二届开始很明显的看周 阿斯基亚布克呢 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的次数 可能第一节也是想法非常好 想要上来先通过自己的全脑球 让其他的队友们更快地进入到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来 当然看到整体的队友们可能手感并不是特别好情况下 第二节是需要他能够来找找进攻的感觉 手一手交给贺西宁 还是再转回给复克 我要会这边跟得很紧 后撤步之后的中距离 这次是没有投动 打板球还是李木豪拿下来 我们看到北京队这边也是把汉米尔顿再拿上 这样的话后卫线上是用到了方数 而内线是李木豪来配上大汉 来帮回转移球再给到上线 王潇辉自己直球突破 但是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 王潇辉的他突破的速率其实也是有很明显的下降 包括他复赛开始之后 在外线的投篮的把握也没有前进的差距来那么的好 对因为他的这种投篮方式是大跳投 嗯 刚刚也是吹到了一个进攻端的犯规 球权又是来到了深圳队这边 北京队这边也是把刘晓鲁再拿上来 刘晓鲁要打僵了啊 你可自己再扛个人上 这样的效果其实并不好啊 这边要打四啊 我们看北京队前面打的四号战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战术啊 再给到汉米尔顿 再给到汉米尔顿 转身之后中距离真的是很稳 今天北京队两个范园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出色 嗯 就谁上来谁就有效果 没错 陈子杰做一个中距离跳投哦 不常用的武器啊 他这个武器我第一次比较印象深的就是打喀达里那一球哈哈哈 实在是进不去 没打中啊 二次进攻 这个球又被切掉了 封可非常漂亮的配身运球 这个球还是吹到犯规 应该是吹在了六条柳的身上 刚刚光树突进来之后这个基地球找到了林木豪其实给的非常漂亮 这球的确是犯规的 这也觉得封销有点变了 北京队的犯规先满了 对声音队到打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次犯规啊 好球啊顾全这个球真难 哎已经完全被李牧豪给罩住了啊 但是还是 用一个转身之后的跳投拿到这个两分 而且是一个大后仰 嗯这是一个大空荡机会 现在王潇辉啊这就是实用之前说的 这个赛季啊 他这种大空荡之后的出手三分球的命中率 是明显的有下降 相较于前几个赛季 对你包括在打狗龙乐最后有两次 绝下的机会 没错 对于一个投手来说在同样一个点 两次连着两次的出手 都没有投这么快 就说明可能他这段时间的状态不是非常好 哎 这个球是贺心 哎呦 哎呦 这 这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刚刚这个球 和斯宁这个一看是汉密尔顿过来防守 哦哦 因为沈梓杰的右肩一直是有 他的肩部一直是有 前段时间达友比较一直是有缠着绷带 对 然后这种谈力贴 这也是说明 肩部是有一度伤势的 对他是这个老伤了 裁判这边也是要去场边啊 回看看刚刚这个 这个犯规动作的严重的程度 我要看一下会不会升级 一般性我们说从这个赛季啊 一般性裁判去场面看可能就是要升级了啊 呃 说实话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还比较比较不正常的一个范围 只是说可能 你再来看一下 似乎是听到了裁判之间 已经做出了一个判定的结果啊 可能是要升级 范规升级 范规升级 蓝队二号 维席范规 两发一阵 这个赛季呢 我们都说是 GBA是强调了裁判在比赛的判法制度上面呢 要收紧 所以说有些啊 我们可能在上几个赛季 觉得是一个 你看 这其实我们打球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赛季 我们的所有人是在啊 这就是一个赛季的 我们的谁就知道 我们的财富 就是一个 一个 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财富 就在这边 就在这里 有个赛季的 在这里 我们的财富 感谢观看 同学 可能我们在成长那段时间的身边的基本都是对的 沈子爷素贵还在跟工作人员讲 刚刚这个手都拉到了这一天 希望大鸟不要受什么影响 这是第二季度的第一场比赛 这可是要在赛区关七十几天 要打好多的比赛 叶南还是在给 帕亚加尼包括小小川来解释 为什么他们刚刚做出了这样一个判罚的依据 由于沈子杰不能够进行罚球 所以说这边是让卢奕文来罚 卢奕文来罚球的应该是宋芬提 这个还是比较的 保险 聪明 因为从队位上来换的话 他可能要换买尔丹上来吧 没错 但是买尔丹的防御命中率肯定不是非常的高 圣神队这边再换人 因为圣子杰要下去休息 所以说这边还是把马尔丹给拿上来 还是需要有一个内线的支撑 这边也是把理想给换下 就是说 带长 哇 我都非常的坚决 可惜了 其实是出机会了 再大方一转一球 这是个机会 刘少宇外线3分 还是没有投中 这边吹掉了王上辉的犯规 刘少宇外线 这些北京队的犯规累积的太快了 甚至打到目前为止 还一次犯规没有 而北京队之后的每一次犯规 都会送对手上罚球线 这也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毕竟阿斯加布克本身就是一个 其实个人能力还非常出色的球员 这样的话 如果说坚决的去进行突破造杀伤 可能会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而且现在从分数上面来看 深圳队其实在慢慢的追进这个比分 尤其是李木豪这段时间还在场下坐着 他现在因为已经是吃到了四次犯规 得保护他了 因为毕竟还有两节半的球要打 今天从范子明的整体的状况上来 哎呦又是一个失误 突然对一个防守的变化 你这个失误相对来说北京的现在的这个阵容来说是不太应该两个双控位的一个这样的阵容 北京队这边反击 小川自己来 还没有打进啊 两板球北京队再拿下来 这球是拼出来的一个机会 阿米尔顿再转 这个球给的有点多大 我对这段时间在轮番的失误 股权 嗨 这两个队打的也太乱了 这两个队打的也太乱了 深圳队这个赛季他们的场军失误数是非常的可怕的 他们场军的失误达到17.6次在整个联赛是排在第4位的 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你们是要把目标定为进入到季后赛的一支球队的话 的确是要去控制好这一赛场上的一个失误的次数 刚刚连续的犯错其实并不应该 连续这边再转过来 还是汉米尔顿中路小宇吃球突破进来之后球转移 还不错 方硕再来 这段时间北京队得分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困难 还是从犯规方面来看的话 深圳队这是本节的第一次犯规 没错 方硕今天晚上其实打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怎么进行个人的攻击 没有开启自己的一个进攻的模式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北京队还领先 反倒是个好事 有的时候我们说看北京队的比赛 当方硕要开始打的时候 那可能是北京队陷入一个僵局或者困境的时候了 需要方超距来变身一下 深圳队这边再把余良给换上来 北京球迷其实有的时候 很怕看到自己球队大一分领先 球队不会打领先球 反倒是这几个赛季 北京队老是在打逆风球的时候 表现得很出色 不断在挑战 抗着防守人上 今天贺希宁很多次这样子 完成球 对完成球上面差了一些 这又是一个错位 防守选择积极的突破 非常好 这次进攻 直接传到了防守人手上 又是我们之前说的 必须要减少这样子一个莫名其妙的失误 篮板球又拿下来这段时间身体不在场上呢 深圳队的这个内线 内线有点失控啊 外线再重 分差又被拉开了 这样的话呢 双方的分差来到14分 有外线再重 你现在的这个阵容没有省止别之后啊 你在内线的威胁就不大了 我就看到北京队可以排出一个 一大四小的阵子 是 绰绰有余 而且在移动能力上 特别是在进入一端 这种空间上又能够拉开 再转出来 小圈自己来一个 这个球投了一个三不战 这个地方他第一下其实是想给45度角啊 最后犹豫了 深圳队这边其实还是应该打得明确一些 尤其是对手这边已经泛满的情况下 可以去再多攻击一下对手的篮筐啊 而不是说我一味的要在外线尝试 本身今天球队的命中率并不好 在过去的两分多钟里面 肯定就打了一波7比0 小鸡球 还扛着人上啊 我打进 他把球的后面要队再拿下来 这段时间对于深圳队来说是比较艰难的 布克和沈梓杰都不在场上 所以说北京队这边反倒就是显得更加的成熟和老练啊 这是球队 因为你现在整个深圳队你在场上的攻击没有强点 那我的防守就会比较的压力比较的小一些 是 而我去抓你的这个阵容上面的一个痛点 对 所以深圳队来说 自己怎么熬过这段时间会比较的重要 就像我在开赛前说到的 深圳队其实整个的先发 他他的能力并不差 但是就是到轮换阵容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的出力 股权 啊打的太小了 这样的话右手到124秒 没有人敢出手啊这段时间 秒队就是一个高低位的配合 再做一个中枢的一跳投 没头中篮板球 小川又拼下来一个前场的进攻篮板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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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进攻还是没打进 大队 这些年轻球员在处理球方面呢 还是需要更稳健一些 拉出来之后呢头三分 这边又是造成了我们看看吹在谁的身上啊 是不是吹在马尔德的身上 镜头再次给到沈志杰的比较不断的被扩大 如果说这场比赛的下半场 沈志杰没办法坚持的话 深圳队这场球员想再追回来其实挺困难的 尤其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全队的投篮命中率的情况下 看着我 本队今天其实打的最好的一段时间呢 就是汉米尔顿在场上的这段时间 第一节的开局和第二节 汉米尔顿替补上来之后 虽然吉普森呢他的这个个人得分呢 今天是完全没有问题 包括在串联球队方面也做得很好 但是汉米尔顿明显在战术的层面上面 是要给到球队更大的防守的 哎这个球又是太按照套路去打了 我完全完全空了 这个球啊 谁把赵小川给漏了 20分了 小川是最喜欢这个溜后门的这样一个球员了 他的通手 无球跑动 就非常出色 找机会的能力 没有没有没有 手上又是一个火锅 这段时间啊 深圳队 有点全面失控 但是的确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绝对能力呢 相较于手钢队 的确是有很明显的差距 再加上沈几节的伤退 从目前而起来看很难再上场 一直是伍着自己的左肩 漂亮 因为这次进攻打得非常耐心啊 最后通过连续的传导球 给到了蓝底下的汉贝尔盾 压少把这球给完成 非常出色的一次团队的进攻配 只能再加一次暂停 再来看 这几个进攻回合 其实啊 也是看出来 呃 潘亚加尼给到这支球队很多的一个变化 呃 像之前我们都知道 就像徐宏之前说的 尼斯可能给这些球队打下太深的自己的烙印 包括说压进攻 回合数压进攻时间 不允许队员们在场上做一些自主的进攻 一定是需要按照他的战术布置去打 他是一个非常拼质的教练 但是潘亚加尼就 从我对 这个目前的这支北京队的一个了解来看 潘亚加尼其实 给到球员们更大的一个空间 对 而且呢 他其实对于球队的一个强调呢 是希望通过球的不断转移呢 去影响对手的一个防守阵型的 去扯动对手的防守阵型 这样的话呢 找到谱位 没错 这是他希望队员们去追求的 他们俩队16分9个篮板一次盖冒 在场上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谢谢 我们是因为上半场唯一可能做的不太好的就是 对方其实在针对你的防守去做一些文章 但是 你在进攻中 没有能够通过卢一芬的这种空间性去给他 创造更好的投篮机会 是 如果说你在防守中吃亏的情况下 你卢一芬在外线能够给到一些回应 那对于北京队的防守 和他的阵容也是需要调整 没错 你完全没有给到他任何的回应的情况下 那我可以更加 去肆无忌惮 你去用我这样的一套 说你很多 所以王小慧刚刚的这个三分球投中的双方分差来到25分 这是个机会 外线理想要一个三分 没有回应上 对 那这样的话 上半场比赛打完56比上31 25分的一个分差 也是展现出了这两支球队可能在阵容 包括球员能力方面的一个差距 就算是20分的一样 注意一下 都有一人 今天我觉得是4分的一只 四分的的一只 发现差不多 7分的一只